威廉·斯拜瑟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他周游列国建立复林使命的基础 今天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 来帮助我们把上帝放在生命的第一位 斯拜瑟22岁时乘船来到英国 在那里开展教会工作 然后他回到美国 担任总会的海外施工秘书 寻求各种拓展 例如获取在坚巴布韦的土地 即苏拉斯大学现在的所在地 1898年 斯拜瑟牧师被呼召去印度 当时他是整个南亚仅有的 复林教会三位安利传道人之一 1902年 斯拜瑟回到美国 成为了总会秘书 秘书处的主要职责之一 是派遣传道士出国 这是一项涉及大量后勤工作的艰巨任务 斯拜瑟做了20年 斯拜瑟创建了基础设施 使基督复林安息日会得以拓展 然后上帝呼召他做了总会会长8年 尽管他当时的旅行条件很艰难 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使命 在他的侍奉生涯中 几乎每年都要进行国际旅行 有时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意味着我们要牺牲很多现在的舒适 但这种牺牲是值得的 基督复林安息日会仍然派遣和支持数百个传道家庭 把基督复林安息日会的信息带给各族各民各方 是拜瑟为大使命创建了这个基础设施 但你和我可以通过我们的十一和承诺来维持它 承诺是我们定期和有系统的奉献 献给上帝我们每一收入或增加的一定比例 以感谢上帝的供应 威廉石拜瑟年复一年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他的坚持今天也同样激励着我们 耶稣舍其切救赎了我们 他的爱促使我们把他的国放在生命第一位 当我们归还十一奉献和承诺时 我们被敦促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